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我是战某 今天为大家介绍一下Wishthun 101的项目 这个项目的话 从地铁站走到项目的话可能也就五分钟 我们来可以看一下 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是在这里 如果是去到塞羊的话也非常的近 然后我们现在从人行天桥走到 如果是我们从BTS过来的话 这里就会有一个人行天桥 然后这个人行天桥的话一直通到下面去 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三栋的话就是公寓住宅 然后那个大大的就是综合体 如果是像这样太阳直射的日子 我们就不需要走下面的路上太阳 我们就可以通过人行天桥 直接走到我们的项目去 时间也很快 好的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我们的商业综合体 这个商业综合体的话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吃喝 然后健身都有了 然后再往这边去的话 它是有一个写字楼 然后这个写字楼的话就是像出物啊 Google啊这些公司都有在入住 然后除此之外的话 这个商场还融合了一些比较新兴的科技元素 比如说你走在这里的话 它就会发电 对 然后你为这个世界就贡献了一点的力量 来到我们这个商业综合体啊 就可以看到有很多甜品店啊 咖啡店啊都非常的漂亮 其中那个网红的甜品店啊 在这个商场里面也是有 然后这个商场的话 你可以看到它是有一些绿色的植被 然后就特别的漂亮 像置身于一个森林 然后我们再往这边走的话 就是我们的一些餐厅 我们往这边下去 这里的话就是Pops的超市 Pops的超市在泰国的这些超市当中的 等级都是比较高的 然后它的所有的东西都是蛮新鲜的 你可以看到这些水果呀 猪菜还有肉类 还有个花 好的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 我商场里面 商场里面的话 可以看到就是琳琳满目的商品 还有餐厅 可以看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项目的一期 我们项目的一期的话是三年前建成的 总高的话是41层 然后是有600多户 然后公寓里面的话是有配套 有健身房 游泳池 然后停车配比的话是占到了70% 这个呢就是那个接驳车 你坐这个接驳车的话 就可以直接去到这个扇子口 然后通过那个人行天桥去BTS 也是蛮方便的 随叫随到 OK 穿过山场的话就是我们的公寓了 然后进来公寓的话 你可以看到这个公寓和别的公寓不同的是 它有一个很大的花园 从这边走过去的话 它就是有一个超过7000平方米的一个花园 在这边 然后每天的话可以在花园里面去跑跑步呀 散散步呀 都是可以的 特别是在这个疫情期间 在健身房啊 游泳池不开的情况下的话 你可以就围着这个花园去跑步啊 散步啊 都是OK的 现在我们看到的话 这个就是沟浴的花园 你可以看到从这边走进去的话 就是一个郁郁葱葱的小花园 然后可以供饭后散步啊 而且这个花园里面还种有一些果树 就可以看到你走在这里的话 可以看到有百香果啊 像莲霧啊都是有的 住在101的话 真的是就是生活特别方便 因为前面的话有一个山产 然后再来的话 住在101 你可以有这些花园 这些可以供你来散散步 反正就是生活的蛮好的 反正就是生活的蛮好的 现在我们看到的话 这个就是公寓楼下的一个自动贩卖机 然后这个自动贩卖机里面就有一些喝灯 然后还有洗手液 其实它是可以投币 然后还可以刷卡 然后还可以用完善支付 就是用这个Xpash 然后旁边的这个桌子呢 是每天早上 不是每天早上 是周一到周五的一个免费早餐 就是这个公寓 就是这个公寓的话 它是提供免费早餐的 你们说天气太热了 怎么办 就来公寓的游泳池 游一下泳 这个泳池的话 是30米的泳池 够你游好半天了 然后你看 泳池看出去的风景的话 就什么都没有遮挡 是无边的 对 好的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一个实际的一个房间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交房标准 这个房间的话是一个两个卧室的户型 总共是有六十几坪 然后是一个朝北的一个朝下 我们的这个房间的话就是 它整个房间啊 它是有一个30年的一个质量保修 这个30年的质量保修的话 就是包括这个主体结构啊 像地板啊 墙面这些都是有一个保修 然后你看到的话 这个橱柜它是一个开饭式厨房的户型 然后房间卧室的话是在这边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外面的风景 外面的阳台的话是非常大的 然后看出去的话就是比较宽阔的一个视野 这是朝北边的一个桥像 然后还可以看到梅南河 可以看到一个城市的风景 这边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房间的户型 右手边这里是一个小卧室 这边有一个卫生间 再来的话就是我们的主卧 我们可以看到主卧的上面有一台 这个是空气清风系统 这是曼谷的公寓少有的一个配套 这个空气清风系统的话 它就是起到一个净化空气的作用 同时主卧的话会有一个很大的衣柜 OK 总之呢101是一个值得投资或者是自助的一个非常好的项目 也是现在一个比较难的一个综合体的项目 那么现在我们呢会有一些少量的优惠的帆源 如果感兴趣的话和我们联系 谢谢 拜拜 拜拜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